第三节 星期六早上九点准时去接老太太 我们的第一站是发廊 那个美发师来自台湾 他为老太太做了洗剪染吹全套服务 他已经为老太太服务十多年了 熟练的动作仿佛告诉我 老太太的每根头发 她都数得出来 做完了头发 我们直奔新人超市 阿妮为我准备了一张清单 我们将清单上的物品 一一装进了购物车 下一站来到中国超市 采购了一个星期所需的食物和调料 然后又去了一个星期六露天农贸市场 那里的水果和蔬菜 是农民们当天早上摘得非常新鲜 农贸市场还卖鲜花 手工艺品 逛农贸市场非常讨厌心情 老太太告诉我 她很喜欢园艺 当年在英国时 她家的花园 常常在比赛中获奖 她叹息 如今年迈 心有余而力不足 那天早上 该办的事都办了 老太太很满意我 第一次为她的开车服务 从那以后 每个星期六 我都做同样的事 而且将时间安排得很有效率 比如 当老太太 在做头发的时候 我就去超市购物 然后再回来接她 老先生患有糖尿病 末梢神经 常常发炎 走路有困难 由于她能得到最好的医疗 所以病情得以控制 有时候 老先生的身体状况较好时 也跟着我们凑热闹 他喜欢逛了梦 从不买东西 只是尽情地享受 梦里的气氛 每当看到老人家开开心心 手携手逛商店 就觉得 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有一天 老先生病重 住进了纽约的医院 老太太非常着急地 给我打电话 问我是否可以开车 载她去纽约 看望老先生 虽然 我很恐惧 在纽约市开车 但是 被老夫妇 相濡以沫的真情所感动 我壮着胆子 将老太太平安地 送到了老先生的病床前 看到老两口的手 握在一起 四眼相对时 我看到了一幅 人间最美的恩爱画面 我 泪奔了 老太太